时来运转的苏秦又一次开始了对列国的游说 同时,关东六国逐渐感觉到秦国日渐逼近的威胁 终于联合起来抗秦了 合纵仪式上,苏秦被推举为纵约长挂上了六国相印 苏秦的成功,使当年冷落他的秦桧王后悔了 这恰恰给了张仪一个难得的良机 他向秦王献上了连横之策 转眼间从一届破落寒室成了秦廷的座上嘉宾 现在,这对师兄弟终于凭着他们的才智和三寸不烂之舌 把天下握于鼓掌中了 这一场以天下苍生为赌注的较量 究竟谁胜谁负呢